2008年8月 南京羽花台区板桥镇一家砖瓦厂附近的工地上 工人在挖土时 挖出了许多凤文琉璃瓦当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文讯后立即赶到 发现这是一座明代高等级砖石墓 墓葬的主人系明朝初期的一位皇族女性成员 考古队经过整理 发现这座砖石墓整体高度有三米多 其中有大半被掩埋在山坡的土层里 目前保存下来的墓室长度近十米 墓顶以大面积坍塌 残砖碎瓦散落在周围 从墓门朝内望去 墓室里满是杂草和从墓顶掉落的墓砖 看不到棺果和陪葬器的踪影 很明显这座墓葬早已遭人盗绝 在清理墓室时 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块一米建方的墓制石板 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墓主人的身份 她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小的女儿 宝庆公主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庆公主的故事 朱元璋病重 了解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 朱元璋的出身不一 虽然没有直接出生在皇室家族中 但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谋略 一步一步地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明朝开国皇帝 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导致了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后 对于身边的人一直处于极度不信任的状态 甚至还诛灭了很多的功臣 1389年的时候 71岁的朱元璋因病倒下了 皇宫中的太医在身边照顾着 朱元璋召来了自己最喜欢的妃子张美人 而这个张美人其实就是宝庆公主的生母 虽然张美人并没有给朱元璋生下一个儿子 但是有宝庆公主这样惹人爱的女儿 也令朱元璋很势之足 所以就一直把宝庆公主带在身边 这个宝庆公主就随着张美人 在朱元璋的寝宫中进进出出的 那个时候宝庆公主只有三岁 是对于一些事物非常懵懂和好奇的年纪 非常的天真可爱 就像是一个小天使一样 后来朱元璋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只能够整天在寝宫里面躺着 每天都感觉到深深的绝望和厌烦 朱元璋动了侧隐之心 就在某一天 朱元璋无意中从这些来来往往 侍奉她的太医和侍从里面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而这个身影就是宝庆公主 宝庆公主在发现朱元璋看她的时候 就慢慢地走到了朱元璋的床边 睁着她的那双大眼睛 问朱元璋为什么一直都躺在床上 朱元璋回答说自己生病了 宝庆公主听后说 只要好好休息 多睡觉 就能够很快好起来的 在朱元璋说自己好不了了的时候 宝庆公主非常着急 就哭着对朱元璋说 父皇一定会好的 当时朱元璋在听到宝庆公主 这样说的时候是非常惊讶的 突然就愣一下 眼前这个知道自己好不了 就急得直哭的小女儿 是她以前很少关心和关注的 朱元璋根本没有想到 她会如此地关心她 后来朱元璋紧紧地握住了 宝庆公主的小手 在那一刻 她感觉所有的人 都没有这个小女儿关心她 宝庆公主此时并不知道 她的这一句话 竟然无意间救下了 她的生母张美人的一条命 原来此时的朱元璋 早就做了一个决定 要在自己离开后 让所有的妃子为自己殉葬 朱元璋要恢复殉葬制度的原因 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权的问题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 将皇权强化到了极点 她最怕的 就是在她离开后 大明王朝也会发生 历史上出现过的后宫干政 外妻夺权的问题 所以她决定 在自己离开后 让后宫的女性 陪自己一起去另外那个世界 但是宝庆公主这一哭 让即将离世的朱元璋 罕见地动了侧隐之心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 张美人也是朱元璋陪葬的妃子之一 但是因为朱元璋 被宝庆公主一句话给打动了 所以朱元璋就改变了主意 她不忍看到 这位自己最疼爱的年幼的女儿 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 在其他嫔妃都殉葬的情况下 张美人因为女儿的一句话而活了下来 成为朱元璋后宫中 唯一没有陪葬的嫔妃 朱元璋离开后 宝庆公主的命运如何 宝庆公主是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女儿 也是最小的女儿 她生于红武二十八年 一三九五年 去世于宣德八年 一四三三年 一生活了三十九岁 在朱元璋的女儿中 算是活得比较久的一位了 在中国古代 那个以男人为主导 皇权为中心的社会 女人要想过得好 有两条路 一条是嫁得好 还有一条就是生得好 前者靠脸蛋和机缘 后者听天命 按说起来 公主作为皇帝的女儿 有着令人羡慕的高贵出身 有皇帝父亲的庇护 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不掺和正事 只要不是生在改朝换代的年代 人生应该是很幸福的 然而实际情况 却未必是这样 公主过得幸不幸福 与她的品行有关 与皇帝对女儿的宠爱程度有关 与公主生母是否受宠有关 还与公主出嫁后 驸马及婆家对她的态度有关 这所有的一切 都左右着公主的一生 从宠庆公主的穆志明文记载上来看 朱元璋在世时 她的生母张氏级别并不高 所以名史中对张美人的记载很少 只知道她生下宠庆公主时 朱元璋已经68岁了 从年龄上来看 宠庆公主比继承朱元璋位置的侄子 朱允文还要小17岁 比后来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四哥朱棣 更是要小上32岁 所以不管是朱允文还是朱棣 对宠庆公主这个小妹妹 都还算是比较优待的 静难之一后 朱棣登上皇位 为了笼络人心 对宠庆公主这个八岁的妹妹 予以了特别的照顾 将宠庆公主交给自己的正妻 人孝徐皇后亲自抚养 在徐皇后的教育下 宠庆公主秉承了徐皇后身上的 不少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 朱棣对这个小妹妹 也是越来越喜欢 宠庆公主19岁那年 朱棣为她挑选了驸马 守护南京金川门的千户赵辉 赵辉也算是功臣之后 她的父亲赵和 早年便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 不幸在战场上战亡 被追封为千户 赵辉长大成人后 便顺理成章地 继承了这个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职位 在明朝 千户的官职并不大 一般情况下 是不可能娶到皇家的公主的 而赵辉能打破这个惯例 主要原因是她长得特别帅 史书上记载 她壮貌伟丽 是一个有名的美男子 而且这个赵辉也很机灵 在静难之役 朱棣攻破南京时 陪同李景龙一起主动打开了金川门 让朱棣由着金川门顺利进入了南京 也让朱棣记住了他的名字 永乐十二年 结交了桃花运的赵辉 在朱棣的主持下 迎娶了宝庆公主 成了朱棣的妹夫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记载 庄机是她主被窝 婚息特赵皇太子入底 这说明朱棣对这个最小的妹妹很大方 不但给了宝庆公主一大笔赔价 还让自己的太子朱高赤 亲自护送宝庆公主到赵家 和赵辉拜堂成亲 娶到宝庆公主以后 赵辉一夜之间变成了驸马都尉 再也不用去金川门去值班了 但对这个妹夫 朱棣还是看走了眼 因为赵辉虽然长得漂亮 但品行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史书上说 这个赵辉胸无点墨 极为好色 而且还是性变态 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 生活极为迷懒 可以想象 公主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 公元1433年 经历了洪武 建文 永乐 红夕和宣德五朝的宝庆公主 在郁郁中去世 中年39岁 但从寿命上来看 在朱元璋的女儿中 宝庆公主仅次于她的姐姐 经历了八朝七地 有明朝活历史之称的 寒山公主 宝庆公主去世后 驸马赵辉正值中年 在公主去世后 她又活了近半个世纪 直到成化年间 才以九十高龄去世 赵辉去世后没多久 被历代人称之为 大银书的金瓶梅诞生 很多学者都认为 这个赵辉 就是书中西门庆的原型之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